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一起连结步道 让四月充满神的爱 那么当运动国手与福音相遇时 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由长老教会新竹中会传道部主办的101桌球步道会别出心裁 邀请本土桌球国手傅恩迪 陈又林见证分享 并与现场朋友切磋球技 活动发起人桃园教会卓宗人牧师表示 透过运动与福音的结合 吸引许多年轻人参加 与会者反应热烈 你知道行动装置也能成为宣教的利器吗 由FCBH制作的手机应用软体最近增加新功能 使用者可线上观赏耶稣传影片 也可直接下载高达600多种语言的有声圣经到行动装置中 而且下载后不用透过网路就可以直接收看 FCBH副总裁卡尔表示 透过随处可下载的特性 宣教士可将上帝的道带到偏远而无法上网的角落 以上新闻由国度复兴报记者编辑播报 国度复兴报迈向十周年 为更加有效地传达圣灵在当代教会的作为 历经半年的筹划 全新网站krtnews.com.tw 于日前正式上线 除了有各版报纸内容外 新增生活大小事 圣经小故事专区 也整合YouTube影音新闻 及佳音电台从台北看天下广播平台 相较于旧网站 新网站还增加了许多友善功能 例如教会消息登陆更加容易 只需进入教会消息页面 点选右侧发布教会消息 按表单填写传送即可 此外新网站也使读者更易于分享 只需在网页上按赞 内容即可转贴在脸书涂鸦墙 随着新网站的推出 全新电子报也将于本周登场 分为周二新闻报 及周四复刊报 只需在网站首页右侧 输入电邮信箱即可订阅 十年来本报详实记录圣灵 在各地的工作 报导各地基督徒如何回应时代需要 并坚持七大平台 所有内容皆完全免费 为使读者能有效善用十年资料库 并更加方便搜寻 目前新网站资料库正逐步的建置 预计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